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賢士 及各位四方三信大德菩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日金時 庚子年6月19日 是觀世音菩薩的佛誕日 也是王臣老祖 光降倒架持航的紀念日 回顧民國71年 2月19日 一場大病之後 尋起祕密的姻緣 經過有朋友 洪清田先生 董事長 他的介紹 在台南新營 一位修成正國的台灣祖師 他非常的出悲 具有神通力 所以我的病 術出求醫無效 那麼我就到新營 現在中山禪寺 以前是龍鳳宮 去求助台灣祖師 觀世音菩薩 和謝老師謝書老師 他與天人合一 就知道我的來意 筆拿起來 紙拿起來 寫了兩句 所以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己 當時我也武善善 我是來求佛的 怎麼在講說求人不如求己 啊求己又不如求真己 求真正的自己 那時候我也心裡很矛盾的 在疑惑 那謝老師 他開始就與歡語 一直談一直談一直講一直講 我都聽沒有 才開始 實際因緣已到 修行時間已到 好好練阿彌陀佛 你的病就可以消災化解 所以我就 一道觀世音菩薩的師悲 開示 一直練阿彌陀佛 回家以後一直練阿彌陀佛 所以四月十九日 那時候 剛好 觀世音菩薩 在謝老師身上 他也告訴我說 你六月十九日 你要到台灣祖師 他的出生地 在那邊有話要跟你說 所以我就六月十九日 像現在時間七點多 我一大早就趕到 台南觀廟 看西村 台灣祖師的出生地 台灣市大事殿 當時我到了大事殿 看到很多很多的信眾大德 一直要去祝壽 所以媽媽她就告訴我 你到樓上去坐 什麼話都不要問 一心念佛 所以我就上二樓 帶著病痛的身 就在祖書殿 他二樓 大事殿 二樓三把佛前 念阿彌陀佛 我一直念 一直念阿彌陀佛 那將近一個小時 那時候混然忘我 整個身體就像被磁鐵吸住了 也動不了 那只有看到一道很強的光 從我的泥丸宮下來 把我的五臟六腹 化為空 我就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過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我明白了 看到一身大菩薩 就進入我的心中 從空中降下來 那我也搞不清楚 是哪一位大神 所以我就 也在那邊靜靜地坐下來 等到下午三點多 我就下來一樓 那謝媽媽 她在那裡辦事 告訴我 王臣老祖 已經進入你的心中 好好修行 好好練佛 好好修行 以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要做消災化解 解冤事解 那時候我更加的糊塗 是什麼消災化解 什麼解冤事解 過了一下子 謝老師 就順口開示了 人在世間上 都帶著罪業來 也有帶著福報來 帶著罪業來世間 這個月報現前 你什麼事情 你在總共這求 都無盡於事 只有以修行的方式 才能夠解冤事解 那時候我才終於明白了 我也感恩王臣老祖 光將到我的心中 加持冠頂 一路走來到現在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之間 王臣老祖時時開始 就是每一天下有災難 事先有災難 有天溫 有天災的時候 都教導我們怎麼樣來 消災化解 解冤事解 所以在這 這麼多年的時間內 我們所幸有修行的夥伴 大家一大群的修行夥伴 尤其原松院長的緣分 特別的深厚 所以以這個宗教 佛教的法儀 來公眾租經 來作為解冤事解 作為因緣國 在三十八年內 總共完成了 九十九劍的功德天 我們感恩王臣老祖 感恩觀世音菩薩 感恩台灣祖師 感恩祝福菩薩 給我們的平安 所以在今年庚子年 武漢肺炎的事情 王臣老祖在去年 老早就有警告我們 而且開示了一對 台灣平安好過年 台灣平安好過年 就聽說沒出損 台灣平安好過年 我們沒有想到 這個竟然是武漢肺炎 這個大的天天溫 侵蝕到地球 這個是非常讓人棘手的 王臣老祖 慈悲觀世音菩薩 慈悲加持 我們在農曆的 今年1月13日深潭 在這裡深潭 公送天德經 480萬部的金寶 來供養 來作為守護台灣的平安 消災化解的華儀啊 我們大家的同意合作 全國同學們 大家努力在36天的時間 公送天德經 480萬部的功德來回向 所以這天溫就穩下來了 台灣平安好 老祖書孫開示我們 台灣平安是很高興的事情 但是不能獨樂樂 必須要種樂樂 開始我不曉得這個一直在哪裡 老祖書又開始了 你要種樂樂 就地球196個國家的人民 天溫那麼嚴重 所以要以台灣作為基地 在維新聖教 在這裡鼓勵大家修法 公送鬼谷宣誓天德經 務必達到台灣人口是2358萬部的功德 來全部回向給地球196個國家的人民 作為解冤世傑才能夠天溫永息 所以我就鼓勵我們所有維新賢士同學們 所以我們就在選在今天 王臺老祖 除了除了天溫永息 光降38週年的紀念日 也是觀世音菩薩的活誕日 我們在禪聖山仙活寺 天坦深坦交直 將2358萬部的金寶來交植 回向給地球196個國家的天溫煞神 能解冤是解 地球天溫解除了 我們台灣才能走出去 那麼要走出去 我們就必須要依止 王臣老祖觀慎菩薩的慈悲 我們在台灣以宗教的法儀 來進行修行 消災化解 解怨釋解 所以今天我們6月19日 已經是存時 我們在天壇將這個壇城 物質和以前不一樣 有花和水晶 有花以水晶的花來供養 藉著我們修行的力量 藉著天威王臣老祖觀慎菩薩的慈悲 來將這個轉化給地球196個國家 這極是眾樂樂 所以我們這一段時間 從6月19日開始到7月1日圓滿 總共多少天我們會辛苦 我們所有的幻貝法師 以及所有法工同學們 各單位 大家要同力合作 把這個天災天溫能夠解怨釋解 能夠圓滿 這是各位修行的功德天 我們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才能夠圓滿 而且這個掛項就是地火明儀 就是毀暗滔明 動在地四窯 人上人 人上人化為雷火轟 雷火轟就是古靜從明 就是地球人類黑暗了一段時間 毀暗滔明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以金寶來供養 以金寶供養 即是第四窯動了化為五火 五火來回頭生 那只有要自修就能多福 自求多福 而且我們要供養 以二十四盤的五穀炒肉 在這裡供養 而且用二十四杯的米酒 仰葬宗教佛力來轉師 來供養天溫 我們把人與人間的恩怨 要以這個酒 一滴酒就能解恩仇 所以我們就依照 王臣老祖師尊所開示的 我們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必定能夠圓滿 我們也祝願這一團的法會 能夠圓滿 祝願各位同修們 大家的用金 念佛修行能夠圓滿 在整個的生團之後 我們每天要有前世同修代表 來隨著法師送經 你們送經 來也要轉地球的法輪 因從左邊團團轉 仰從右邊轉轉通 你一定走去49圈 用49天 用每日的輪子 提手爐的法師 這個要做的 這樣來老祖師尊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地球的結爛 可以解開這個冤仇 我們大家要有信心 要有努力 祝福各位 大家圓滿 台灣平安 世界平安 永和平 祝福各位 謝謝 今晚五十來我 一起吃 去年 去年 讓喜好 開一時 五十來 三十來 大喜大喜 一到五十來 一到五十去年 一到五十去年 百九十來 當地一到五十來 百六十三 彩花三年 三三天 天门的勇气 夫在间 祈求的爱 勇气相 祈求的爱 勇气相 祈求的爱 勇气相 彩花三年 三三天 天门的勇气 夫在间 祈求的爱 勇气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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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即是当下二十一世纪 唯心圣教 王产老祖 祈求的爱 勇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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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的爱 cli Frodo 祈求的爱 勇气相 通封 限制相 祈求的爱 勇气相 祈求的爱 9ientras上 tele冬 这是木材出爱 勇气的爱 points at 勇气会 心得彍 阿 在7月24號要開天 這天門在哪裡 在台灣的南部大火山頂 半山腰處一個龍瀉寶瀉的地方 天門在那裡 我也不懂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開示 世間要和諧 世界要和平 天下要太平 必須要開天 公寧 諸天聖神 光降台灣淨土 來守護著地球 守護著台灣 我終於明白了 開天的真實意 所以王燦老祖 開天九大菩薩 觀世音菩薩 阿彌陀如來 藥書如來 釋迦如來 神龍大帝 祭公古佛 地藏王菩薩 諸天聖神的總共九大菩薩 進行開天的法儀 而且守在藍天門外 就是有七瘦的天師 守在藍天門前 還有 龜首把文錦固守 玄天上帝 以及諸天聖神 都守在藍天 所以王山老祖 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開示如何來開天 終於七月二十四日 叙時藍天門打開了 新年一望 浮在東海上空的一座藍天門 藍天門一打開 孫悟空就先下來 然後接著諸天聖神也都下來了 光降臺灣淨土 那時候我也不懂 那麼多的諸天聖神佛菩薩 就下來了 光降在臺灣淨土 老祖 老祖開示 要守護地球的平安 世界的和諧平安 必須要仰葬 諸天聖神佛菩薩 光降來臺灣 以臺灣為基地 修聖神佛 來共轉天下太平的法輪 我終於誤了 一化開天的真實意 再化僻地 人力其中萬化生成 這個殘跡 一路走來 到現在 我終於明白了 黃山老祖的慈悲 倒架慈航 臺灣祖師的慈悲 倒架慈航 而共同為天下太平 要做到消災化解 時間過得真快 到現在已經38年了 回顧當時開天圓滿 辦完畢 到那一剎那 在南天金雀 門呢 一房大地 很慈悲地 來嘉賓 所以我開天九大菩薩 都恭得天 所以就一久來招待 夠強 一路走來 我也不了解這是什麼意義 所以在38年來 每當天下有災難 有天溫 要消災化解 所以努必要供養酒 供養栽串 香花果串 來供養 才能化解解緣世絕 化解干戈 習戰爭 我終於明白了 所以38年來 每逢今天六月十九日 我帶著維新賢士同學們 大家以虔誠的心 來感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感恩大慈大悲 台灣祖師 感恩王燦老祖 多慈悲 能夠在台灣 作為世界和平的燈塔 就在台灣 所以我們一路走來 王燦老祖 開示我們所有維新地址們 要做到解緣世絕 要化解干戈西戰爭 要消災化解 所以務必要以精寶來供養 來作為解緣世絕的誠信之良 所以三十八年來 我們一步運腳印往上的 往山上 往林山爬上去 左腳踩著 一步 右腳又踩一步 手攀著 圓壁 右腳踩著 左腳掉下來了 右腳又掉下來了 所以一直往上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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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來爬上去 所以這個映照 已經掛向 左腳踩水 推出靠癌 你你踏步坐幾年 推出靠癌在眼前 目下更該再死立 爬上癌去花樂園 把這一次折捏水的掛向 啟示著我們維新聖教 維新弟子們的修行法則 到了今年庚子年 武漢肺炎的警告人世間 武漢肺炎這個疫情 造成地球196個國家 死傷無事 到昨天 這個整個的地球 196個國家 死傷 這個疫情確診的人數 有多少呢 好 那麼我們要做個紀錄 所以我們就請黃慧龍組長 我來向各位報告一下 最近幾天的疫情 那今天是8月8號 是我們生產的第一天 這是新冠肺炎呢 自從中國武漢爆發以來 迅速擴及中國全大陸 那隨後在2020年初 已經擴散到全球多個國家 逐步變成一場全球性的疫情 那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新冠疫情中心的統計 截至台北時間 昨天8月7日中午的時候 全球確診病例已經突破1900萬例 那死亡也超過71萬例 那不過康復的人數也有 1159萬人之多 那我們的水陸大瓦會天璣 是在榮國立的7月20日 也就是榮立的5月30日 第一天生潭 那第一潭是北極潭 那當天的確診人數 是30萬5,682人 在這一天也就是疫情爆發以來 世界的人數是第二高峰 那第二潭是在根子年6月1日 當天確診人數也有21萬3千多人 那第三潭是東方潭 在根子年6月2日 當天的確診人數有20萬2千多人 那第四潭是西方潭 而根子年6月3日 當天確診人數有24萬7千多人 那第五潭是北方潭 在根子年6月4日 當天確診人數有28萬4千多人 那第六潭是南方潭 而根子年6月5日 當天的確診人數有28萬4千多人 那第七天是功德全部回向腳趾 確診人數我們少了10萬人 大概是20萬4千多人 但是隔一天也就是 7月27日 它的確診人數卻是來到最高峰 是32萬8千808人 也就是世界上每一分鐘有228人確診 那所以從天積潭 升潭以後到今天剛好一共是18天 那平均的確診人數 有25萬多人 所以每天將近有25萬人 那到昨天我們全世界最嚴重 前十個國家分別是美國 那美國的確診人數有488萬 死亡有16萬0111人 那2020年 美國的總人口數有 3億2900多萬人 那就是平均 美國人口67人就有一個人確診 那由此推論 如果是在美國 在100人的機會當中 可能就有一個或以上是這一個感染源 所以它是相當危險的 在美國戴口罩是很重要 那在台灣呢 我們有2580萬人 那確診人數是477人 所以平均是49000多才有一位 所以我們本土也才55例 所以台灣是算很平安的地方 那第二名是巴西 一共有是291萬人 那第三是印度 有202萬人 那昨天呢 印度是超越美國與巴西 一天之內有62000多人確診 那第四名是俄羅斯 有87萬人 第五是南非 有53萬人 第六是墨西哥 有46萬人 第七是秘魯 有45萬人 第八是智利 有36萬人 第九是哥倫比亞 有35萬人 第十是伊朗 有32萬人 這是今天以上的報告 謝謝各位 有史可見人類的浩劫 是非常嚴重 這個在警告 世人 要所欺三毒 貪春吃 人生擺對一場空 名利富貴不相逢 這個是在警告眾生 平時要用心 要修愛 愛護大地 愛護眾生 愛護人與人的緣分 我們不要隨便發動戰爭 發動戰爭越多的國家 這個惡報 越報一定會更多 這個在提醒我們 各位同學們 我們大家處在台灣 是這麼平安 我們要感謝天 感謝政府以外 我們要感謝神 和王產老祖 自從今年的1月13日 開始生產 鼓勵大家恭頌天德經 480萬部 已經圓滿台灣得到平安 那麼當下我們不能獨樂樂 我們要種樂樂 所以就要大家同修 要繼續的誦經 以經保法院來回向 要做解願事節 最好的方法 就是恭送經保經文經典的功德力 來回向給天溫 煞神 這是舊節 救急 舊節非常的重要 化節更重要 要是化節這個節 這個一定要先舊節 先把疫情穩下來 我們希望深寒之後 一天一天的會穩下來 淵淵相報 何時了啊 所以我們在仙佛寺 射到天機潭 來供養花 供養香 供養連海 這個是在喚醒我們每個人的覺醒 人有覺醒 天溫 煞神也有覺醒 大家的覺醒 理念一致就是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天溫永息 天災永息的上聖心法 我們也很感恩 維金聖教換變學院 元中院長帶著元盟 法師教務長和所有法師們一起送經 還有我們所有法工們都很努力 還有分社道場主持代表 來一體祈禱祈福啊 唯願呢 農天護法寶藏生 化解冥陽兩界的戰爭 一願人心相疼愛 同期世界永和平啊 一位本願啊 祝福大家平安 祝福台灣人民平安 祝福世界人民一天一天的平安 祝福各位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出席新世界